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今天就来介绍 终极的伦敦西施营之旅 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站来到新厚的西敏寺和Big Bang 里面不能拍摄的 所以我们就拍摄风景 拍摄外观 看完再介绍给大家看 Big Bang 都维修了几年 现在开放 金光闪闪 所以随时可以来参观 好 谢谢 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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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 剛才在街上或學校的旅行團也有很多 現在正在排入Westminster Abbey 我想排三個字到半個小時 不知又動得多快 剛剛走完Westminster Abbey 有幾天要留意的 第一樣就是不可以在裡面拍片 拍攝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裡放幾張剛才拍了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遇上了很多重要的人 包括以前的國王 皇后 名人 所以很有歷史意義 但如果大家怕這些墳墓的東西 可能想一下不應該進來 因為你是會踩著人的墳墓走 但我覺得值得進來看一次 因為這裡的入場費是29磅 我們另外給多4磅半 去Diamond Jubilee Gallery 加上30多磅一個人 但我覺得也是值得進來看一次 還有這裡我覺得最值得看的 是它的建築和裝飾 包括天花和窗 當然也是 另外呢 剛才走了過半小時左右 它有一個公司的規定 就是聽著的機器 就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加起來慢慢走 休息一下 走了過半小時左右 大概遇過過半小時走 就非常充裕了 對正Westminster Abbey 外面這裡就是 Parliament Square 很多遊行集會都會在這裡舉行 包括香港人那些 以前六四集會都會在這裡舉行 所以就順便看看吧 但是草已經沒有了 都沒什麼好拍了 去到下個幾點再拍了 拜拜 今天的第二站呢 就是來這個Portobello Market 那如果有看Notting Hill 這部電影就知道 它在這條街上拍的了 那等一下會去看看 那現在先移套 就來到這間 裝修很漂亮的意大利餐廳 它叫做Portobello Garden Arcade 一間意大利餐廳 那等一下來了再 拍給大家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買了一個Margaretta Pizza 還有一個牛肉 有些牛肉有些寬條片 Caman說像這個濕炒牛河 但是這個特別一點 這個香料味很重 還有牛肉都很濃味 這個Pizza我覺得挺好吃 很酥脆 還有這裡的沙子都是說意大利文的 所以你也可以當是一間正宗意大利餐廳 先更正一下 剛才那個是蘑菇香腸闊條麵 我把照片放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入口其實就是這裡 現在剛才也有很多人排隊 所以可以的話就早一點點來吃 就不用排那麼久 我們剛才就沒有什麼排 這裡就是Notting Hill那裡的藍色門 如果有看到電影就是Julia Roberts 躲在洛蘭主角的屋子上 他一出來就被很多記者圍著 就是這道門 剛才不斷有人在拍照 我可以記住照片在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但我想他實際拍的屋裡面 就不是這個位置 我們就在這條路再走一下 再找一下其他地方 景點二就是這個 Notting Hill Bookshop 男主角真的在這個位置 拍他上班的 他這間店是移植到這個位置 但他保持那個門口 還有保持那個樣子 很多人在這裡打卡 保持著也是很多人在這個門口 今天非常好天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 除了打卡之外 這條街都是因為電影 Notting Hill 所以出名了 所以越來越多人 另外他星期六天 就很多這些攤檔 兩邊都是 他以免幾條街的 可以在這裡慢慢逛逛看 他什麼都可以賣 有給女人街多一點東西 他有多些東西吃 有多些新鮮的農藏物 那些賣 所以如果週末來這裡 就是逛逛看東西 都幾開心 今天是熱一點 還有曬一點 但是一好天 那些英國人就全部出來 來看東西啊 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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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 都預期之內的 那就是這樣啦 那現在就一直向南走 去下一個景點 那到時再看啦 那沿著Portobello Road 一路向南走呢 就會來了Censington Park 那後面就是Censington Palace 那我頭兩三集 有拍過一次在這裡 那時候就自拍啦 然後很大風 收音收不到啦 那所以現在有個無視麥克風 已經進步了很多的了 大家可以在這裡 享受一下光慾啦 我們都是爭張那些 Picnic的那些戰而已 那我們在這裡叉叉電 休息一下之後呢 就繼續穿過這個公園 就去下一站啦 因為當日相機沒有電 所以這段片的後半段 都會重新配音的 那這一間就叫Sakura道啦 最出名就是吃千層蛋糕 還有也有珍珠奶茶的 那我們就叫了一個 巧克力味的千層蛋糕啦 看樣子都知道 好吃啦 但是珍珠奶茶呢 就沒有試到啦 那就反而試了一個波子汽水 它的裝修呢 都很漂亮的 都很適合打卡 可以一試啦 再之後呢 就去了一個叫Pan House的地方 它一進來這個門口呢 就是吃一些和菓子 還有喝一些綠茶 配茶的地方 也有一些特別的 譬如是 配茶辣梅的飲品 這裡也有買一些日本來的精品 當然價錢就不會便宜啦 因為都是一些比較特色的東西來的 例如是一些清酒 又或者是一些日本的精品 就拍了一點點給大家看看 好嗎 這裡也有推廣日本的旅遊 所以就有一些日本的旅遊書放在這裡 可以隨便拿隨便看 我們參觀這一天 也有一個特別的展覽 就是關於日本圈島這個地方 它說關於怎樣用藝術聯 和當地的居民去活發這個島 它實質的位置就是小豆島附近 詳細內容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可能大家來的時候 都已經不是這個展覽 麻煩我們就選了來Dishroom這間印度餐廳 它在倫敦有五間分店 也是倫敦其中一間最有名的印度餐廳 我同時也是推薦我來試這間 當日排隊都相當多人 六點多 都要排差不多 接近一個小時 我們就選擇了在酒店裡等 一邊喝一邊等 它都會給大家熟悉的排隊裝置 到你的時候它就會響 它就會帶你坐下 這裡的裝潢比我想像中摩登一點 還有相當有特色 頭盤我們就叫了這個炸秋葵 炸秋葵也是一個印度傳統的前菜 主菜呢 主菜呢 就叫做一個Jack Fruit Briani 它是一個菠蘿蜜的 你可以當它是炒飯 但它的菠蘿蜜很像雞肉 沒有什麼甜味 比較乾一點 個人認為 另外那個雞肉咖喱 我們也有加上印度薄餅 那就是 我想比較接近香港人 習慣吃的那種口味 但這間餐廳整體來說 都是比較濃味一點 但是也是好吃的 CAMMAN就說 有一點令他想起 以前在香港吃的那些 比較便宜的印度餐廳 其實那些可能更符合香港人的口味 始終都想嘗試新東西 作為這裡的一個出名的人道餐廳 我覺得都是一事無妨的 最後呢 就叫一杯Mangolasi 作為這個晚飯的結束 倫敦觀光之旅的第一天 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話 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還沒訂閱的記得訂閱 下星期會有第二集 大家就敬請期待 拜拜 到這邊